这一次我是从家里面开了几十公里 一直从我们家开到了诸诸国际赛产 正好过来参加一个活动 从扎道病路主导的时候 我们人工司机的话 你可能反应没那么快 但是他的话找到最好的变道结果 瞬间就给你直接变过去了 变道太简单了 你看只要这个方向一波 简直是新手神器 新手神器真的可以减少很多 尤其是新手不敢上高处 这一看大车往这边挤我 他就自动往旁边减速一下避浪 他就避过来了 因为大车在我前面走不起来 他自动我变过来了 这点很棒 这点真的很棒 刚才大车挤我的时候 我心里这一瞬间我都有点紧张了 已经早早就切出这个主路了 比我们很多人工司 日记得比要都做得果断 然后进来做一个大的大转弯 然后减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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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已经这块都减速了 现在这个速度减到50 看到吗 没点问题 没点问题 这个很棒 你看这个弧度还挺大的一个弧度 而且过来都是灰路 一个无保护的一个灰路了 看到没有 变过来了 因为那个车 刚才的车停在那里 他自动自动变过来了 刚刚他停了一下速度 他犹豫了一下 到底是在左边 是的是的 那一瞬间他马上就很 就是决策很果断 能够清晰的识别出来 会避烂一点点 对 过到大车的时候 他会往没车这边避烂一点 所以体验了这个一圈下来 我的华为的高架驾驶辅助 甚至进一步开放之后 是不是会实现 就是我们所说的 真正的自动驾驶这个级别 我是非常非常之期待的 不知道你们期待不期待